高雄市政府檢查局剛三分局的兩位同仁到三民區來查訪殺人未遂通緝犯 遭到不同房間的嫌犯來開槍涉及導致受傷於案件 結果高雄市政府檢查局專案小組結合談事第二分局第三分局以及保大的同仁 積極的一個追查相關嫌犯採取兼臂親也對掩護接濟的這些共犯一一的逮捕 指導開槍者的落腳點以後在今天連城展開攻堅 那很順利將開槍者誠信嫌犯反擊的時候被我們警察同仁來在射擊而導致受傷 送一不治死亡 那本案我們非常謝謝高雄地檢署的一個指揮偵辦 以及台南市政府檢查局的一個協助 還有我們檢查局剛三刑大三民二全力的一個投入 很快的將市民嫌犯一一的查緝到案 其中包括這個開槍的誠信嫌犯 那我在這裡再呼籲公權力絕對不能挑戰 警方絕對會展開相關的一個打擊 絕對不手軟 我們也呼籲在高雄市想要做些犯科 一個一個都跑不掉 謝謝 局長那個今天協辦他是有對警方 他是有自想要自輕聲 然後又對我們警方開槍嗎 所以我們為什麼怎麼會開始有槍 現場等一下逮捕的經過 我請台南市保大大隊長來做一個說明 那根據執行的同仁的一個陳述是 嫌犯在原本躺在床上 後來經過踹門攻堅的時候 他爬上來拿著槍對自己開了兩槍 讓他都沒有提發 後來就拉滑道對著我們執行的同仁 所以執行的同仁加以反擊 所以他的傷勢大概在哪裡 今天早上檢察官率著法醫 會做一個相驗 會瞭解他受傷的部位 那為什麼開了兩槍都沒有打過一槍 這個要看機械性的 然後當時是不是太緊張 或者是什麼原因 要經過勘驗以及現場採證的激證 才能判斷 不過經過現場勘查的情形 掉落的兩顆子彈都有撞擊的底痕 但是沒有啟發 還有沒有 那接下來我這邊請潘氏寶大 他們率領他們特勤 結合這支專案小組 來攻堅的經過情景來做說明 是 謝謝 謝謝 我覺得 谢谢大家